字幕志愌ON 所以新老板到底怎么样啊 老板洗一边就打电话跟我说 新年快乐 公司已经被顶让哦 没问题 买别人好了 老雷哥就被封锁了 已婚者 离职 有恋情的 也离职 节奏一步两步黄身翻身满板拍 轻空脑袋才知道谁不犯青红走拍 嘿你我独注的底牌 赶紧把约定写上别涂盖 下游客风中的泪滴消息与灌溉 放轻时刻乱我为你吹散一脉 停止用于白了治愈回忆伤害 童话我拆快打开 燃烧光彩 Sever the little prince 望星天梦海 在组着金黄色的小麦 Your small is light the sunshine That will be always on my mind 下游客风中的泪滴消息与灌溉 放轻时刻乱我为你吹散一脉 停止用于白了治愈回忆伤害 童话我拆快打开 燃烧光彩 可以嫁给我吗 不行啦 嫁给我 你确定 你应该知道今天有一个新来的总监吧 他应该快到了 那就赶快 请你嫁给我 怎么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先自我介绍 京城工艺坊的艺术总监 同时也是你们未来的老板 我叫金玉生 单身公约 本公司员工不得有办公室恋情 在职者不得有配偶 若有以上此事请员工自行离职 新公约请遵守 第一天来去下马威 待人不太亲 才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 就那该死的金玉生 真的是一个恶魔 那种什么烂单身公约 我觉得呢 他心里一定有毛病 我以后住这里 是我们已经住了 所以我要他搬走 这栋房子的产权 我已经接收了 我有绝对的行驶权 一 个别房间属于私人领域 未经允许禁止进入 你违反公院了 怎么了 这么晚还在这边干嘛 被赶出来啊 没事 走吧 我的第一个同城道作品 送你 这两三年 你都跑哪了啊 上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什么变 你倒变了不少 有吗 看来总监对自己很有自信嘛 就你跟我 赌一把 敢不敢 出家要听赢家的差遣 我决定了 帮你们讨回公道 目标就是让金玉生 私下那个狗屁单身公约 私下那个狗屁单身公约 不是很好奇 我为什么要戴手套吗 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指挥了 你这变态 所以你现在跟变态杀人 磨住在一起 我这是办案精神啊 一直以为工艺坊的组长 应该是要很稳重的才对 我见过的世面真的太少了 那是因为你看得不够仔细 这是我的 你用这个叉 变态啊 反正我是不会走的 我会盯着你 小店长住院 但刚好这里有个县城 你要我 帮你做餐 开盗 这是工艺坊现存的矿石 目前只能用这些维基地去设计 要不是因为单身公约 你觉得事情会变成这样吗 如果能成功接单 工艺坊维基也算安全多过 我听你们提过 这间公司的订单 你们始终吃不下 你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什么突然 很困难吗 谁知道清雨昕竟然有能耐借一下到她吗 他们口中描述的金总监 和我认识的很不一样 怎么今天话那么少 很不像你耶 像她小时候身体就不好 明明就欠照顾还随意 是不是啊小人 阿姨照顾小朋友真的很累 你辛苦了 别叫我阿姨啦 叫我俊姐就可以 要是你要答谢一个人 你会怎么做啊 个很讨厌的人 总监啊 嗨 欢迎回家 磊哥你现在不讨厌总监了 我本来就不讨厌他 你之前明明就超讨厌他的哦 哎 而且还是公司不分那种 有吗 好啦 他其实没那么坏 也还算会照顾人 忙到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子 老实说 你多久没睡了 从我把去完交给你的时候开始吗 从我把去完交给你的时候开始吗 倒震你模样 我想 我还是一样 被你混乱的 在你病重的时候 守在你旁边啊 你们怎么知道 我想是一张被渲染的花香 黎明的花开在右心房 没有谁想写错离别的 我先去办公 你可以的 我觉得她没有变 在开会的时候 她还是一样很关心你 外农的事情有回信了 这些是相关资料 谢谢 当一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时候 还可以关心其他人 是很不容易的事 好好想想 帮你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什么 床给你睡 你睡床 我在这里 灯给你关 我爱 你要偷懒 我要照顾另外一只 你很了解她吧 没有 才不了解她 因为我们是同事 加上现在又算是室友 了解一下室友 挺好的 今天我想晚点回去 今天我想晚点回去 不要再作恶梦了 没事 没事 我像是一张 被渲染的花香 黎明的花 开在忧心房 没有谁想写错离别的时常 我想了想 擦掉纸巷 我要飞翔 云软走向 有点复杂 带一点单纯的倔强